《 災惡奇事錄》 除了大腿香香的萊莎之外 本次 TGS 光榮 當然也帶來了另外一款超級大作 也就是《薩爾達無雙 災惡啟示錄》的實際影片和新 PV 囉 《薩爾達無雙 災惡啟示錄》將帶玩家回到以《荒野之息》裡 所提到的一百年前 林克和思英傑攜手對抗的傳說大災惡事件 在東京電玩展的直播首次揭露了具體的遊戲畫面 林克施展盾牌滑行、華麗的弓術 以及揮舞大師之劍遺跡當千 災惡啟示錄的戰鬥系統結合了原作和無雙的要素 同時遊戲中也藉由新角色小型守護者的登場 實際展示了重要道具、吸卡之石的使用方式 像是本次的林克可以施展定時炸彈和凍結兩種能力 前者可以用來破解強敵的防禦 而後者則能夠將敵人和自己飛向空中 藉此施展帥氣的空中年段 另外也揭露了在原作中 佔有重要地位的西卡族長老 鷹帕年輕時的姿態 他將會是可以操作的角色之一 使用符咒和分身等各種充滿東洋氣息的招式 來戰鬥的鷹帕 他與林克之間發生過怎麼樣的故事 將在11 月 20 號推出的 《薩爾達無雙 災惡啟示錄》中為各位揭曉喔 《薩爾達無雙》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